時值三十週年 漢瓦軒以編號漢瓦一伯為題 透過一百件中國當代藝術作品 跟我們講一個有關中國的故事 漢瓦一伯這個展覽 首先是想選擇我手上最精彩的作品 還有想同時講一個故事 關於藝術的文化和這個時代的故事 有兩個展覽作品的展場 就是講一個文化美術史的故事 有一個脈絡的 分開幾個主題 藝術中心的展區就展出六十多件 中國當代藝術作品 反映近一百年的中國情況 透過這一系列的作品展示出新中國成立 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 改革開放和八九六四之後 不同年代的意識形態 歷史風格發展過程 中國藝術的生產 去探尋二十世紀中國藝術 和政治的複雜歷程 而展出的展品包括 由1917年湯又為所寫的《欽符經》 一系列以毛澤東為主題的畫作 筆倒的詩歌手稿 《徐冰天書》 以至《增造才》的大字 而另外在中環展館 就以漢雅計劃為題 展出過往漢雅軒所策劃的各個學術計劃 包括有關八十年代北京美術運動 和《星星畫會》的《星星十年》 和有關中國藝術的《佳麗頭》 另外漢雅軒的展場 是漢雅計劃 主要介紹一下我這十多年來 其中八個主要學術計劃 兩個是美術史的展覽 包括《星星畫會》的十年展 和中國當代藝術第一次出國門的大展覽 後八九新藝術 其他都是各方面的學術興趣 那些學術興趣 放在一起看就有一種關聯 因為都是和我有事出關係 和大部分都是繼續在做的工作 《佳麗頭》計劃是有幾個目的 一方面就是希望找到一些傳統文化復興 和傳統文化裏面有生命力的角度 來提供給大家參考 但是作為藝術項目 我覺得中國藝術現在要找到一些 和自己當代藝術的脈絡 我反而覺得《余麗》 反而是中國藝術脈絡很重要一條 和這條脈絡是以前一直都被人忽視的 而張眾仁秀認為當代藝術的發展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當代藝術的主要是面對我們目前的 時代的各種文化政治和社會問題 只要社會不是完美的 我們未到達一個烏托邦境界 永遠都有當代藝術的需要 而且越是多 現在社會機制無法解決的問題 越是會多人將這些 無法套入現在的學術研究 或者無法對應現在人對世界的感受 大家就會用當代藝術的手法去解釋 去消化一些東西 換言之我覺得當然是 現代社會出現的一種 新的一個法定機制 讓我們可以去面對時代的變遷 我覺得每一個時期 尤其是在社會文化有大變遷的時候 一定都會出一些有意思的人 這十年來可能一個最大的改變 經濟起飛繼續延續下來的那種 一種對物質世界的興奮 和對一種新的掌握我們自己的環境 掌握社會的經濟手段的那種興奮 另外是開始反省很多需要補充的元素 尤其是我們這一百年來 一直是向未來推進 其中一個想像就是 中國經濟上會強盛 會獨立 和我們的文明會常人尊重 和自己會對自己的文明 重新有一個新的解釋 但這些對自己的期望 其實是後面那幾種對歷史 對文明的擔當還是需要推進 所以我想對藝術來說 這十年八年最有意思的就是 對歷史的回顧 對歷史的回顧 遷史的回顧 也許是為了